第一件事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国内的消息 第一件事就是国家领导人有关的 就是由14号至16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在 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22次会议 习主席也认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 乌兹别克共和国总统米尔罕业夫的邀请 习主席就是疫情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 这次第一个应该就会去哈萨克斯坦 见哈萨克斯坦 另外就会去乌兹别克斯坦 之前我们也说过 俄罗斯方面他们很想控制中亚地区 现在习主席为什么都要去一去呢 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 中国在中亚地区都是一个持份者 为什么中亚地区中国是一个持份者呢 因为中国一直都是搞一带一路 而且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当然有一部分会经俄罗斯 但现在俄罗斯被制裁 其实就有其他问题出现了 还有俄乌战争那里这样打 这个中欧班列究竟要怎么做呢 当然具体的路线其实就不清楚 因为网上也没有什么资讯说 具体的路线是怎么样的 但是了解到一件事就是 中国始终都是要增强和哈萨克斯坦 和乌兹别克这些关系 所以习主席也是会去这些国家 去做一个国事访问 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俄罗斯现在它有一个很大获的情况 就是它被西方制裁得很厉害 你说中国会帮忙 之前我们说过中国也不会怎么帮忙 事实上也是 你看到俄罗斯现在完全倾向伊朗和朝鲜 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被人不断制裁的国家 你说中国被人打压 是中国被人打压 但是中国没有被人制裁 你要记得这些东西 中国某些官员被人制裁是真的 但是不是整个国家被人制裁 整个国家被人制裁是两个东西 如果整个国家被人制裁 其实就很麻烦 中国当然是与人为善 这个也要说清楚 中国从来都是与人为善 去到哪里都是跟回当地的规矩行事 好了 说一下中秋假期 已经结束了 现在全国交通预计 共发送旅客 6695万人次 这个数字其实都不错了 中秋假期 其实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就是7,340万 9千人次 那个旅游收入 就286亿8千万 这个都不错了 其实 有些人就说 内地现在很不错 其实 不同的城市 有不同的情况 只要 那个疫情散发 去不到你那个地方 你就什么事都没有 现在那个现实就是这样 那你说 会不会有些地方要 静默管理 那是没办法的 这个是需要的 这个是需要的 因为 如果用全国一盘几条数来算 现在中国在走的那一套方式 对于中国来说 都算是有优势 但是 当然你说 会不会像 Delta 时代 就是这个新冠 是Delta 时代 那么有效 当然 现在的情况 有点不同 但是 你要记住 中国始终都是一个 制造业大国 那些工厂 它一定 尽量都是 闭环管理 就不要有疫情 进入到工厂那里 你留意一下 现在国内的工厂 很多它自己都自愿 实行这个闭环管理 去防控疫情 所以 有些人在说 一定要开放 那些 其实很老实说 那些是骗人的 好了 另外 水利部 再次启动 长江流域水库群抗汉堡供水 联合调道专项行动 重点保障 长江中下游 中渡 晚渡 这些抽粮作物的灌溉 关键期 用水 和城乡供水需求 这个其实 都是很麻烦的 我们之前说过 因为旱程都是很严重 幸好有些水利设施 可以帮到少少手 但是你说 是否完全不受影响 其实不是 它的现实就是 这个气候变化 对中国的影响 真的很大 所以我们常常叫大家 一定要環保一点 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 这件事 又是 不是很开心 截至11号的 下午5点钟 四川奴定6.8级地震 已经造成了 93人遇难 夜5人失联 这件事 我想预难人数 是会再升 因为失联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预难的 现在希望 有奇迹 只能希望有奇迹 四川省就决定 在12号的时候 下午6点 就终止省级地震 一级响应 紧急救援队 转入了过度安置 和恢复重建的阶段 因为很难再找回生还者 现在这样的时间 另外就是 说回11号的时候的数据 内地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226例 境外输入62例 本土病例164例 这些疫情的消息 其实我发现了 真的没有人想听 但是 我觉得 也是有一个社会工作的需要 我们尽量 都说回一点点给大家听 其实 你要明白 现在内地的疫情 为什么还是用 一个比较严谨的方式 去防空呢 其实就是知道 医疗系统 如果一出事的话 就很多无辜的人 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出于公平的事情 我认为 国家做这些事情是没有错的 但是当然 有很多人就不是这么说 有很多人就说 不是 就是应该放宽 但是现在我说一件事给大家听 你先听一下一些细节 刚才说的 新增确诊病例226例 境外输入病例是62例 有5例就无症状感染者 转做确诊 本土病例是164例 在四川就81例 广东就17例 北京就15例 内蒙古15例 西藏10例 山东9例 新疆4例 广西3例 黑龙江2例 陕西2例 青海2例 天津1例 江苏1例 重庆1例 贵州1例 有些东西已经控制到 你看到四川已经控制了 其实很快控制到 你看到内地 可能一个两个礼拜 然后生活就如常了 所以 为什么说 有时长痛不如短痛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做到国内 高度配合政府的那种方式 其实 对整个地方来说是好的 但是 内地那种方法 可不可以搬去其他地方做 我们之前也说过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另外 新增无症状感染 其实就是868例 境外输入就是83例 本土的就是785例 最多就是西藏 西藏现在都是很复杂的 抗疫的形势 接着就是贵州 接着是黑龙江 四川江西湖北陕西 以这个例数来说 的次序来说就是这样 那 广东那些是很好笑的 广东无症状感染 都是10日例 上海都只有3例 但是 无症状感染 它都有机会变确诊的 其实这个就是 这个 疫情难处理的地方 从来都是 不容易的 那么 国家 有国家的方法去处理 我是 完全明白国家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 你自己中过新冠 你就会知道 没错 有很多人跟你说 没事的 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当你自己 亲身经历 那个病 的痛苦 的时候 其实我到现在 晚上也是咳得很厉害的 那不能够完全痊愈的 那 你晚上咳得很厉害的时候 但是 快刷是阴性的 已经是 那 那究竟 什么令到你咳 那问题就是 这些很难搞的 就是 就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 如果你最好 当然是不要有病 就是 有些人就说 我没事了 染了疫苗 一样 一样精神 对于有些人来说 是这样 但是你要公平一点 这个世界 是不是 有些人 染了新冠之后 连命都没有 就是说个真话 给大家听 这个是 大家会见得到的 那 公不公道 我觉得 国家做这件事 就比较公道一些 起码 大家的生存权 得到最大的保障 好 好了 回来讲一下 巴基斯坦西南部洪灾 那中国就会 捐大量的救灾物资 那 这些国家都是 在适当的时候 就出手去帮 帮 这些 作为中国人 应该感到骄傲 好了 另外就是 是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梅花的中心 就向 浙江东北沿海靠近 并且可能在十四号 晚上 或者十五号的时候 就登陆或者拆过 那中国气象高 已经启动台风三级 紧急响应 那今次好像是会直撲 这个上海的 货柜码头 那我们做 入口生意的朋友 已经说了给我们 其实 又有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那些物流又打乱了 那希望不会 但是 看那个台风的走势 应该也是会的 是会影响到 上海港口的运作 好了 回来再讲一讲 这个中欧班列 这个中语号 由中国郑州 去到这个俄罗斯的 乌兰乌德线路 就11号的时候开通 那 如果你去俄罗斯的话 它就再没有办法 再向西欧走 现在那个 据我了解的情况 所以 有些事情究竟要怎么安排 不知道 那 好了 北京又说了一个数字 2022年养老工商保险 待遇 计法基数 就是11,082元 一个月 这个是 它计算的基数 就是 这个 已经过了万一个月 另外 讲一下天气 江苏东南部 上海东部 浙江北部 台湾岛北部 这些地区 就会有暴雨 或者大暴雨 这个都是受到台风影响的 希望在那些地方的盲友 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不要去看风 是没有意思的 好了 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回来我们再讲讲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